为了照顾县内老人的健康 南投县政府推动老人假牙补助的政策 日前县长林明珍与县议员吴国昌 也到埔里残府大楼 发放老人假牙补助金 希望老人们能够把假牙做好 有一口好牙也能够多吃健康的食品 家区去掉后他来申请 我们可以分作半口假牙和千口假牙 千口假牙就保存4万 半口假牙保存2万 今天我们保留这些事大都有申请到 管政府和我们吴国昌议员 特别来这里给他们发这个假牙补助金 我们这些老大都真的发愉了 他们家去做好后 他要吃东西 要补东西就很方便 当然吃东西也吃得更累 身体才会更健康 针对县府能够补助老人假牙 老人们也是非常的开心 让他们在假牙做好以后 吃东西也更方便 也是非常感谢县府的德政 这是感谢县长给我们的好的德政 叫我的牙齿做了一套 现在吃东西又很方便 这实在是县长给我们的德政 先远吴国昌感谢县长的用心 自去年取开半老人假牙补助的政策 今年更是扩大来办理家会难投的长者 我们的县长经理 我们65岁屿上的 这些帖宏的事举 新青质蛮的补助 那么管理人们要特别亲自来这还 在这边关心 我们这些事举 它的嘴巴做好也好 而且對擔任管長以來 對我們老人的健康真的重視 他說整槌要有好的水器 他們吃得下去 補得囊 所以我們的管長特別 對這個吃的來補助 因為去年開始變了預算 但是今年他又扩大 我們的預算 還政家這個預算所 所以國長的議會 跟管長建議 他都對我們保理庭的事大 都真的照顧 副議長派一拳肯定縣長的用心 能夠關心長者補助假牙的製作 也希望往後也能夠持續來補助 讓更多長者能夠受惠 記者成為伊普里採訪報導